经历尴尬事件后 英国首次展出航母打击队 引起印度人的吐槽 航母梦又要破碎了 随着英国皇家海军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2号舰 威尔士亲王号的海誓 预计到2021年正式交付 英国也将迈入双航母俱乐部 这对英国皇家海军的意义不言而喻 大英帝国往昔的光辉似乎又要回来了 但是在恢复荣光前却先丢了个脸 近日据外媒报道称 威尔士亲王号开始了首次海上航行测试任务 但是在启程出海前夕被拍到极为尴尬的一幕 该航母的舰岛主机排烟道 正不断地往外冒着黑烟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烧煤 这着实让英国皇家海军 在世界舆论中尴尬了一把 不仅是新航母 英国海军的老航母更是不省心 上个月 伊丽莎白女王号发生泄露 迫使英国皇家海军缩短了试航时间 返回港口大修 该航母舰长史蒂夫表示 这艘航母每周都会遭遇漏水事故 并声称这是不可避免的 堵漏已经成为常态 似乎是为了挽回面子 日前英国皇家海军公布了一组照片 展示了正在进行 韦斯特兰19训练部署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大队 该航母打击队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龙号驱逐舰 诺森布兰号护卫舰和强朝号补给舰 但是被人指出 这规模有点寒酸 很显然又没捞着面子 事实上 印度一直和英国联系相当密切 印度的维克兰特号航母和维拉特号航母 都是从英国那儿买回来的 在今年三月 双方还成立了航母能力伙伴关系 英国将向印度分享航母经验 这经验似乎不顶用 印度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 依然还在海水里泡着 在五月份 据英国近报称 印度花重金购买号称全球第二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全套设计图纸 用三年时间造出一个全新的航母 在获得技术支持后 印度有信心在2022年 获得全亚洲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 然而英国航母一系列尴尬操作 引起了印度人的吐槽 原来我们花重金买的是废纸 印度的航母梦或许又要破碎了 难怪如此气氛